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相关工程正如火如土展开 但其中连接后里马场主场馆的连外道路 却是路面坑坑巴巴高梯落差相当大 地方表示将近9年都没有整修过严重影响市容 还有用路人的安全 因此立法委员洪慈雍 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前来会看 希望能够赶在花博开幕前夕 解决长年来的道路问题 马路上坑坑洞洞 到处都能够看到军列破损的痕迹 这条连接后里马场主场馆的内东路 地方表示将近9年都未曾整修过 不但严重影响市容 对于许多用路人来说也相当危险 维护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们合并到现在并没有很大的整治过 那因为这边这个路 它虽然说是一个线道 也就是现在的市道 但是因为连接我们现在的花博跟中科 这个原地在这边 所以这边它的道路 这个车辆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随即11月即将登场的台中世界花博 许多场馆工程正在加紧赶工 但领外道路却是坑洞凹陷 为此立法委员洪慈雍 这天也特别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希望能够赶在花博开幕前 完全路面改善 那这次呢 透过前参基础建设计划呢 工总有一笔经费 那所以慈庸也在这一次呢 向中央来做一个争取 那希望有建设局来做一个执行 那把这些道路能够都把它修复完成 那我们在这个全参计划里的两波 公务总局的生活系统里面 我们申请到了11个路段 那接近2亿多的选 那我们会在政策的要求下 在花博的开幕之前 来完成这样的道路的改善 会后公务总局也表示 将变列2亿多的经费 将花博周边道路重新铺设 不光是厚礼园区 就连潭子 丰园共11个路段 总长21公里 也将一并处理 最快9月底就能完工 却称武汉台庭走不到